主動建標者首都不合見 曉明認為十個動機改判的人是政治犯 兩間不合的事件涉及的都是一些違法的行為 所以有些說法說今次的當事人是被政治迫害 或者是所謂政治犯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完全不正常的 知風和文科日前發佈開信 問涉海空港過落疑師 這樣對當的孩子羅冠聰媽媽也質疑 政府爲何針對年輕人林鄭月娥 怎樣回應這些媽媽的問題呢 作為母親 我現在在這幾位母親講 可能我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 這個也都令我講回去 在2014年10月21日 當時我是以負責律師律宗 在正過一個保隆國五位同學公開對話 其中就包括菇用湯和羅冠聰 我自己都是兩個二十幾座底人 但我説無論是否所謂的 都應該以合法合存合理的方法和爭取 對於有報道署是陸軍事先掌握軍 當女黨對佔劇力 一力堅持投資平台北陸下 不肯爭的話 確定是要隔離和守則 就應該時意批替 我明白經過那幾座 但是對於政府去做了一堂的 但是律政司的工作對香港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們香港法律的法律 也都是維持法律政策 如果是基於法律的依據 也都是基於手頭的規矩 也都是基於一向都是有這個否則 有一個PG的做法 我覺得是不應該可以同意這個規定 如果你們再是這樣去規定律政司司長 這個是非常之高度的 他也都不認同張南投指向法官 進入了重提職刑看 在COVID-19 院長期之後 也曾經引起部分人士公開法官 現在他當時並不發聲 會這樣回應 如果當日我作為政務司思想 有一個這樣的場合 很多人都期待我的回應 我可以保證我都是這個回應 就是大家不能夠因為一個裁決 你都去批評我們的司法不獨立 你都去批評法官是受自治關於 林鄭月娥又說 自己從來沒有參與律政司檢控的討論 香港電台記者鄧永賢報道 律政司今日再度發表聲明 指早於有關被告完成社會服務令之前 已經提出刑期覆核 上訴庭判刑的時候 已經從量刑起點相應扣減刑期 強調不存在所謂雙重追溯 秋後算帳和政治檢控 鄧月娥報導 反新界東北發展13名示威者和3名前 學生領袖黃之鋒 樂觀聰和周永康 日子分別被改判即時監禁引起社會關注 昨天也有大型遊行聲援入獄的人士 律政司重申兩則案件完全抵抗主理 不團在所謂政治檢控 日後新學生主闖入政府總部的疫情 4個案件 律政司下就發表聲明 至於上訴庭刑從黃之鋒和樂觀青的量刑起點 或是透明一個月刑期 又說這個故事 若果去處理刑期覆核 或者承諾案一致 不存在所謂雙重追溯 或者雙重判刑 律政司日説 並非在地高權城 院外刑控後 支批出刑期覆核 在立法國內刑控制刑案中 律政司説 在今後的22日之內 向上告發言 申請請出現行覆核 就黃之鋒、黃昆聰和周榮光三人那些 恐慌在留意外刑控制刑案後 之後14日內 跟主審判刑官申請 律政司特曉兩宗案件的被告 當時仍未開始離行社會託令 因此不存在被告完成原來的刑罰之後 先提出刑期覆核 律政司説 有關刑期覆核申請 是在去年9月被駁回之後 向上訴庭申請刑期覆核許可 而上訴法庭是在去年10月批出許可 因此覆核申請 是在法定期限內提出 完全不存在所謂的秋後算帳 律政司重申 上訴法庭副署最終刑期時 已經考慮相關地告 並形成社會服務令 並給予營業口減 香港電台記者鄧泳瑩報道 被判監7個月的學民權秘司長周永康 她的父親傍晚主動自言的臺節目說 希望憑政長官林鄭月娥 不用母愛親家的支持和政治保持 對於林鄭月娥表示 引中覆核案件已涉及政治檢控 香港眾志權秘司長曾經一位 林鄭月娥認為 沒有正面負責事件 分身公正的民事 雙學生自殷村入政總登役前地 被改判入獄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提問時說 理解幾位母親的心情 又提及自己2014年10月 同學聯成年對話時說過 無論理想有多成高 都要以合法合情合理方式表達 被判入獄7個月的 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 她爸爸傍晚主動志權展台節目 說林鄭月娥說的例子不恰當 因為這次案件是在對話前發生 則而這樣說有甚麼意義 她說尊重林鄭月娥為香港做事 但則而為何不在判決第二天 就向幾位母親表達關懷 如果她想表達母愛 她應該在當日事發第二天 她在澳門被記者問她的時候 如果她當時在離了香港 或者在澳門回來的時候 只要對她記者說幾句 或她對幾位母親的關懷 她可以得到的獎勁 但今天她應該容錯了環境 我覺得她對幾位母親是不公道的 如果有時間 可以讓你跟林鄭月娥說一句話 你想跟她說甚麼 我很尊重她在香港做很多事 但是母愛每一個母親都有 但是沒有母愛 你都會更加自己的政治的關切 對於特首林鄭月娥表示 兩者都是一件不適合政治檢控 而且是在判明後 二十幾日內 液測香港政治庫補書掌制平衡定位 兩者都會直接關係 一個民主政典的關懷 我覺得她說兩句話 其實是有些人的關係 她說她是根性在二十一內 二十一進去內 是作出一個這個原因的反應 還有這件有好政治考量 是現時沒有從前保主民 或者抗爭者的質疑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政府去 去回應民意的一個解答方式 其實即使她是根性在動作 為何她會採取營運行 為何她會被營運行 這些東西她都沒有解答 周庭佑說 昨天遊行籌得的二百多萬展項 將用作支援入獄者的家人 以及購買藥用品給獄中人士 香港電台實習記者李樂施報導 在北京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則 國外批評香港法院 判處三名佔中參與者入獄的人 有沒有仔細看過法院的判詞 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說 香港法院是依法判決 強調擁有言論自由 和行使權利的方式 是兩個不同問題 案中被告花月法律界限 以違法暴力手段 非法集結 或者煽動殺人非法集結 嚴重傷害公共結罪和公眾安力 他說尊重法治 不能夠因人、因你、有區別 應該使用雙重標準 希望各方尊重香港的事能發 一名68歲男病人 三年起入住伊莉莎白醫院 上星期五情況突然轉差 左邊身體出現攀滅情況 電腦掃描結果顯示 病人又有出現微細胞 臨床精臟 所以說自己的身體 ��靈體上流傳 chord書 全方改造 民修 遇上各國 互動者 遇上各國 這些世界 比如說 安全人在歇死 如剛才 當署 四個要求 真正 真正 最後傳變 都要喜歡 去 香港 經歸 人家 不介紹第一 全國 這名美人有天族為 外國長江湖瑞恬 在伊利沙達醫院接受過緊急場務 他隨手